我是万万没想到,把柚子皮放锅里煮一煮,作用会这么棒的,解决了好多女性朋友的烦恼,真实用,大家好,我是小林,柚子在秋季大量上市就颇受欢迎,新鲜多汁还饱满的柚子,非常好吃,而且还能很好的解腻,一般我都会把柚子作为餐前水果或者餐后水果吃。 但我们每次吃柚子的时候,都是一下子将柚子皮扔掉,然后开始吃柚子的。 其实被我们扔掉的柚子皮有大妙用,有的朋友会说,一般柚子皮顶多用来做做柚子皮糖或者蜂蜜柚子茶。 其实,柚子皮的用法有很多种,而平时我们做柚子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些用法,那么我们来详细说一下。 柚子皮的妙用一,去除冰箱以及餐桌的意味。 一,我们可以将一大块的柚子放在冰箱里面,也可以分成多个小份,因为柚子皮是天然的清新剂,而且还不会影响食材本身的味道。 尤其在冰箱里,我们会存放各式各样的食材,所以肯定是什么食材的味道都有。 有时候打开冰箱都能闻到一股刺鼻子的味道。 但靠着柚子皮本身的味道,就能达到很好的清新空气的效果。 所以不用靠着专用的清新剂来去除冰箱的味道,而且还有可能有一些物质对我们没有好处。 我们还可以将柚子皮放到餐厅,我们都会在餐厅吃饭。 所以,每次吃不同的美食还会残留一些味道,因此,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柚子皮了,这样就会让餐厅里面带着一股清新的味道。 柚子皮妙用二,天然环保曲纹纹香,柚子皮环切成约一公分的连续长条状,也就是切成纹香的螺旋状,当然也可以简单切成条状或块状,切记。 若切太粗或太宽,会干燥不了哦。 拿去晒干,目的为去除水分,若要更快的话,可以直接拿去微波炉,以中火加热。 每次两分钟,是干燥情况微波五至六次,在螺旋状柚子皮的顶端绑好线,就可以吊起来点燃了。 若是块状的柚子皮,则可直接放在可燃烧的碟盘子上。 柚子皮白色的部分能帮助燃烧。 而绿皮则有柚子精油挥发,天然清香又环保。 赶快试试看吧,柚子皮妙用三,预防晕车。 有很多人都有晕车的问题,我也是其中一个,从小到大只要坐长途汽车。 十次有九次是晕的,那种感觉实在是难受极了。 晕车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,吃晕车药,毕竟是要三分毒。 长期的用药物来解决,对身体也是有一定的影响。 这个时候,柚子皮就起到它的作用了,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些柚子皮,将它放在鼻子底下,然后用力地挤压柚子皮。 挤压的过程中,柚子皮的气态汁就能刺激到我们的鼻腔。 这样闻到的柚子皮味是清新透气的,这样有助于缓解晕车的不适。 柚子皮妙用四,天然清洁剂。 说到清洁剂,就让很多人想起厨房。 在家中每天要清洁最多的地方,厨房室之一。 每当我们煮完饭菜油烟机内和燃气罩,都便不满油脂。 如果不及时清洗,后期整理起来,就会非常的费劲。 而柚子皮是一种很好的天然清洁剂。 它所含的柑橘精油,能够帮助去除厨房的油渍和异味等清洁卫生。 我们只需要将不要的柚子皮切成适合的小块,放入水中煮沸。 经过高温煮沸的柚子皮,会释放出柑橘精油。 水温适中之后,就可以用来擦洗各种有油渍的地方了。 这样既能环保,又能省钱。 这种清洁方式也是非常的健康。 柚子皮妙用五。 蜂蜜柚子茶。 咱们做柚子糖剩下的黄色果皮,也不需要扔掉。 这黄色果皮也是一个宝贝。 咱们只需要把黄色的果皮切成丝,然后用开水冲洗一下。 接下来再放一点食盐进行腌制,把果皮当中多余的水分给带出来。 然后用开水稍微冲洗一下,把多余的盐分洗掉。 然后就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搅拌均匀,就可以放进冰箱里保存这样做出来的蜂蜜柚子茶。 可以在冰箱里保存一个月左右,嘴馋的时候就用勺子舀一勺放在杯子里冲水喝。 真的太好喝了。 柚子皮妙用溜,吃完柚子,有的人会直接把皮扔掉。 其实柚子皮作用可大着呢,可以用来吃,也可以用来除冰箱异味等等。 但柚子皮其实还有一个大用处,那就是用来养杜鹃花。 下面我来详细说一下。 煮过的柚子皮水经过发酵以后是呈酸性的,正好杜鹃花洗酸性。 所以经常用来给杜鹃花浇水,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平衡,让盆土的疏松性变好。 同时还有利于根系吸收养分,这样就可以让杜鹃花长势更加旺了。 不过大家要注意一点,就算是煮过的柚子皮水,也不能直接给杜鹃使用。 要放到一个塑料桶,发酵二至三个月,等发酵好之后还要对十倍的清水来浇化。 这样,柚子皮水的营养成分才会高一些,也可以利于杜鹃花生长。 虽然柚子皮里边含有多种营养元素,但是大家如果想靠柚子皮浇水,去达到爆盆的目的是不可能的。 因为柚子皮水的养分还不能满足杜鹃花的养分需求,因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用一些发酵的营养液进行配合使用。 这样就可以让杜鹃花更快地生长,同时还可以让花开得更多。 柚子皮妙用期,柚子皮锅里煮一煮,首先把柚子皮洗净,再把柚子皮切成块。 把柚子切成块后,放入锅里大火煮二十分钟,煮好了,把里面的柚子皮捞出来。 再用里面的水洗头发,它能够有效地止痒,还能防脱发,而且让你的头发一整天不油腻。 坚持使用这个方法洗头发,你的头发就会变得非常柔顺清爽。 柚子皮妙用疤,去除油污。 吃过柚子的都知道,柚子皮内部有一层厚厚的白金,这个白金的去污能力和吸附力很强,能够很好的去除油脂。 如果家中的碗筷油污比较严重的话,我们可以拿出一块柚子皮,用有白金的那一面擦拭油污,再用清水和洗洁精洗过一遍,碗筷就变得干净了。 同时还散发一股柚子皮的倾向。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,被我们丢弃的柚子皮,还有这么多生活妙用,真是太实用了,废无利用了,真好呀,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 好了朋友们,今天柚子皮的妙用,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,谢谢大家,我们明天再见。